大家好,我是瘋 很快樂 這是我們基岩版的第一個紅石裝置 那所有的紅石裝置都需要依靠紅石元件 當然與架版本不同的是 基岩版有不同的紅石特性 我們來看一下基岩版的物品分類 怎麼樣做到快速分類 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因為不同版本 所以有可能發生的問題有很多種 所以這邊針對這個基岩版的物品分類 請大家必須要照著我的步驟做 包含要先做哪個部分 先做哪個測試以及使用的方塊 都必須要完全相同 如果在使用完全相同的步驟跟方塊 還是造成錯誤的話 那我這邊也沒有辦法替你解決 因為基岩版的特性就是如此的神奇 不過還是分享給大家 在基岩版怎麼做物品快速分類 首先我們先在地下先疊六個方塊 好 再來這個方塊的位置指的就是我們 即將物品分類的位置的高度 我們接下來在這個地方放總共六顆 然後用漏斗指著它 接著在這兩個漏斗 右邊的兩個漏斗上面放兩個蜂蜜塊 然後在漏斗旁邊我們把這個水道鋪出來 然後往外兩個 轉個角然後繼續鋪過來 好鋪完像這個樣子喔 再來我們在中間空格的地方喔 我們可以隨便補什麼方塊都行喔 像這樣 那外圍的部分我們一樣用方塊把它補起來 好像這個樣子喔 接著在漏斗上面我們放玻璃片喔 這個地方玻璃片延伸過來 好 再來我們這裡要模擬 假設我物品分類的東西有非常非常的多 我可能會往 比如說我目前看的這個方向去延伸喔 那這個地方我們只是模擬而已 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放一個這個 鐵製地板門喔 去模擬說中間如果延長的話 會有很多很多的物品分類喔 再來這個地方我們就放水 那這個地方也放水喔 我們等一下這個地方要先放一個地板門 要確定水流是往蜂蜜塊的方向衝喔 那這裡因為水流不夠 我們這個地方再給它加一個水源喔 加強它的這個速度喔 像這樣 好 我們必須做到這裡先停一下喔 在這裡必須要先做一個測試喔 這個測試如果沒有測試過的話 接下來你也不用做了喔 什麼測試呢 我們隨便丟一個物品 隨便丟一個物品 到這個水道去 必須要被漏斗吸走 如果在這裡沒有被漏斗吸走的話 不好意思你就沒有辦法做這個 至於原因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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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 這個計言版我還在摸索中喔 只要做到這個步驟 你的物品能夠被吸進去漏斗的話 那你的物品分類應該就可以使用了喔 好 再來 我們接下來在下面這個地方呢 這六個方塊下面放 一樣放鐵方塊 接著每一個鐵方塊再延伸橫向兩格出來 好 接著在鐵方塊的下面中間的部分我們放鐵方塊 然後在上面插紅石火把 好 漏斗旁邊鐵方塊可以敲掉 我們放上教器喔 然後在這一個剛剛中間放的方塊的斜對角下面喔 我們放一個實體方塊 並且補上這個中繼器喔 好 再來我們用方塊把它圍起來 剩下所有的實體方塊上面全部都要放這個紅石粉喔 好的 做到這裡呢 物品分類機 原則上大致整個圓形都完成喔 我們接下來來做物品分類的設定 順便來測試看看我們的物品分類機 能不能大量處理我們的掉落物喔 這裡呢 我們一樣幫它設定成 第一個設定成鑽石 當然這裡設定的什麼樣的物品喔 這個玩家自己決定就可以喔 我這邊只是為了做測試喔 第二個我設綠寶石 第三個我設成鐵錠 第四個我設成銅錠 第五個我設成這個黃金 再來就是玉水錠喔 好 當然我們來測試看看玉水錠喔 最後面最後面的來 測試看看 好 進去了 還有第一個鑽石的部分 鑽石來 好 也進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身上的物品都丟一丟喔 好 先讓它去跑 下面的部分我們要開始接我們的這個漏斗 跟這個我們要收集的箱子喔 接下來我們可以對著這個火堡放一個實體方塊 然後在實體方塊旁邊我們可以放箱子 然後並且為箱子接上漏斗 好 再來我們把這箱子變成大箱子 像這樣喔 最後最後我們把漏斗一接上去之後 這個物品分類機應該就可以把我們所有的物品分類到我的箱子裡面喔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展示框 然後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展示框 把我們分類的物品標在箱子外面 方便之後去做一個識別 這樣子有沒有很簡單呢 當然以上是我們在基岩版的第一個紅石裝置 因為這個物品分類 不管是應用在什麼樣的紅石裝置 都非常的重要 當然基岩版的紅石特性 完全跟加把版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能會再做更多的紅石裝置哦 好了 希望今天的裝置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拜拜 回到最後... 中間 認識到 我們當然 會不會 下次再見到 我們當然不見 那天 我們當然不見 我們也要做